广达五甲地的甘蔗园 有两甲陷入火海 风势助长火势难以控制 旁边还有木材工厂 以及废弃游览车停放 消防队就怕飞火影响高铁行进 情况一度危急 甘蔗园燃烧还使得附近空气污染严重 尤其最近台湾空气品质令人忧心 经常处在不健康状态 三天前附近的云林轮背 还测到子曝等级 这一块甘蔗园是台糖用地 虽然台糖否认焚烧农作 不过附近民众还有疑虑 相关单位将更进一步调查起火原因 也呼吁民众不要私自焚烧 以免增加环境负担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